欢迎来到今天的台湾网路讲堂 那我是讲堂主持人梁里玄 那今天讲堂为大家准备的题目 叫做以小博大透过工具 还有社群来提升公民的数位任性 那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 到这边做一个开场 那我记得在前两场 我们的讲题规划当中 我们比较从国家的层面来看 所谓的数位任性的课题 那我们讨论 我记得我们当时讨论的 大概是基础设施 通讯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个任性 要如何去做实现 所以我们谈到海岸 谈到卫星 谈到战争的时候 还有哪些替代方案 还有政府已经做了哪些筹备的工作 那我想今天的场子 我们也谈数位任性 不过我们今天落地了 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 每一位公民到底在这个 可能的灾难发生的时候 或未来可能有战争情况 发生的当下 不管是在之前当中或之后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来建构一个属于 这个公民的一个数位任性 那讲堂这个场次 也非常荣幸 我们邀请到数位外交协会 担任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那我想这个数位外交协会 在过去几个月当中 他们在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当中 他们也做了相当多的 这个相关的一个观察 那我想加油 等一下会在他的这个分享当中 跟大家做一个 更细部的一个介绍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 我们很高兴 今天邀请到非常属于 草根性的这个团体 不管是公民团体 媒体 或者是这个技术社群 或者新创公司的代表 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议题分享 那我想我就先 首先来介绍我们这个场次的主持人 那这个场次我们邀请到的是 这个沃潮的红国军营运长 那国军营运长过去也担任过 沃潮的总编辑 然后还有这个公民监督 国会联盟政策部的主任 那他同时也参与编辑过 这个沃潮前阵子出版的 这个公民行动指南 那我这边也做一个小小推荐 其实真的很值得下手买几本 那顺便多买几本送给金本好友 那我想我就把后面的时间 交给我们的国军营运长 营运长就交给您了 谢谢 谢谢主持人介绍 还有今天各位来宾 还有媒体朋友的参加 那没有想到主持人有跟 开场先帮我们打输 但这个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民间单位 跟政府部门也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刚刚前面提到一个很好的开场 像今天也要想到很多 来自民间单位的朋友 我觉得我们虽然做的事情不一样 但是某些程度 我们就是看到了同样的问题 有些事情就是 这我们觉得好像应该有人要做 却没有人做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事情也许大企业要做 也许政府部门要做 也许有钱人要出来做 但是我们可能自己会发现说 好像没有人出来做了之后 我们自己就要知道说 好 你就是那个没有人 我们就要去当那个没有人 去把这个事情先做出来 先从小规模的做出来 让其他政府部门看到之后 愿意就是用更大的资源去投入 让这个事情能够做得更好 那当然我们今天会讲这个主题 我想还是会回到说 像乌克兰 俄罗斯都心 乌克兰已经一年多了 那目前看起来 也没有停止的迹象 那很多人会去比较说 台湾跟乌克兰 有人说台湾跟乌克兰好像很像 但也有人说 台湾跟乌克兰很不一样 也都对 也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看到乌克兰 这次能够挡下 这个俄罗斯入侵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在于 就是他们的民间的力量 能够发挥出来 不只是军队的力量而已 他们民心士气是有提升 足以挡下俄罗斯的入侵的 这回头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曾经 沃曹在做一些民访 国防相关专题的时候 有一个学者提出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今天大家会在这里 讨论这个主题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说战争 防卫台湾 这个事情太重要 以至于什么 以至于不能只交给国防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今天政府部门 我们可能一般想到说 如果发生战争 那谁要负责 国防部啊 军人要去负责 其实不只国防部 政府的各个部门 就像这个主持人前面提到的 其实非常多的政府单位 都要负责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 好 所以说也许 卫福部啊 交通部啊 内政部等等 都要一起加入政府部门的 整体的防卫 好 政府部门负责而已嘛 不尽然 民间也很重要 如何民间的团体个人 由下而上的发挥草根的力量 提升整体台湾的防卫韧性 这也是如何能够手下 外敌侵略的一个关键 而且我们也知道 就是大家常常讲 高手在民间 就是不是说政府部门 有时候不愿意做事 或者说他们这个偷懒 或者什么的 有时候有些idea 是政府部门的东西 没有想到 我们的民间的角色 就是要去刺激一下 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让他们知道说 原来有些问题可以这样被解决 所以今天 当然我今天负责主持 大部分代表就是说 这个是能够最厉害的 我觉得现在几位来宾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讲者 他们有很多很好的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何公民科技 能够在我们防卫台湾的 这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先简单介绍几位讲者 一个是郭教组理事长 当然就是大家应该听过 数位外交协会 其实在这几年来 在网路社群上 帮台湾发声 做了很多事情 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在国际上的困境 然后还有我们在国际社会上 能够对大家做什么 就是台湾can help 台湾 is helping 发挥让大家在台湾 在国际的能见度 那再来还有就是我们的 徐武龙这个创办人 也是江湖昵称是叫做哈霸 对不对 就是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公民科技 我们就叫做透过一些骇客 一些科技工程的方式 让大家去参与政治 像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 之前有一个很重要 而且也很有意思的专案 叫做空气核子 就如何让大家 用民间力量去让大家了解说 原来台湾全台湾各地 空气品质怎么样 这是由下额上的一个草根力量 也可以去督促政府 做一些政策上的改变 那再来最后 当然还有这个蔡文成总监 Qsearch 我想这个东西 不管是业界或是政界的人物 都非常了解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用 透过这个Qsearch去了解 到底现在社群上面发生什么事 这个事情不一定可以 再用在说商业上 或是我们在政局舆论的这个掌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现代战争除了这个开枪 大炮以外 社群的假讯息 也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想等一下可能 这个总监也会跟我们来分享说 到底Qsearch 可以在这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那我们首先我们第一位 我们就先请郭佳佑理事长 来跟我们分享好吗 谢谢 各位贵宾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数位外交协会的理事长 郭佳佑 那今天的话其实就是想用一些乌克兰的一些小故事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里面 到底他们的公民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因为大家可能去年的时候看到乌克兰的新闻 去年就有蛮多的讨论说 那我是一般人 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平常会用的 就只是会在社群媒体上面 可能跟大家分享今天吃了什么 或者说今天看到什么新闻 那这样子的事情到底 有没有办法去发挥什么影响力 我们就是今天用15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简单的讨论一下 那我先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们协会会开始 就是专注在这个网路的防御的这个计划 那首先就是说在去年 其实我们因为过往 所以外交协会一直都是在 社群媒体上面在宣传台湾 跟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 所以我们平常其实很自然 就是会挂在网路上面 就几乎就是一整天这样子去看 国外的网路发生什么事情 那去年的时候在网路上 我们就观察到说 其实乌克兰的群众 他们是非常有自发性的 在做很多的 他们会自己架网站 资讯网站 那或者说他们会去发起一些 网路上面的一些共同的行动 那我们觉得说其实这些东西 都很值得台湾来做参考 因为这些网路的内容 它是需要事前被企划 或是事前被了解 有点像case study这样子 我们先以乌克兰当作借禁 先去看说 他们做过什么样子的案例 那未来台湾在做这个准备的时候 比较不会那么的手忙脚乱 所以在我们专注的内容里面 其实我们不是专注在假讯息 因为假讯息其实很多台湾的单位 都有在做 我们比较专注的是在内容的产制 要怎么样子去 假讯息辨识之后 你后面的那一段是要去 要去产制内容 去跟假讯息抗衡 那就算说 可能没有假讯息的存在 你也必须要持续的去制造 网路上面的社群内容 你才有办法让 其他国家的人持续的来讨论 你的处境 所以今天的分享会比较专注在 就是网路上面的内容 到底要怎么样子来制造 好 公民任性是 这个大家都有在讨论说 到底什么样子的行动 可以强化 强化 比方说台湾的网路公民任性 那对我来说 其实公民任性它就是一个 把很多个节点连起来的 一个一件事情 就是说每个人都是 每个人 大家都是资讯传播的管道 你有自己的社群平台 你有自己身边的人际网络 每个人都是一个资讯传播的节点 那当所有的人 都知道要怎么样子来做这个资讯传播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很多的点连起来 它就会变成一个网 那这个网越绵密 在这个公民任性就会越强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年数学外交协会可能有怎么样参与乌克兰的网路社群 那比方说去年乌克兰有一张民营图 它还蛮蠻红的叫做头痛图 就是他们说 住在俄罗斯的旁边头很痛这样子 那我们马上就是去做了一张 就是住在China的旁边头也很痛 那这张民营图在网路上获得大概23万个赞 就是大家就开始来讨论说 那台湾的处境跟乌克兰的处境到底是不是类似的 那我们在乌克兰的话题以外 乌克兰的话题以外其实也有做过一些政治漫画 就我们会用不同的语言去做政治漫画 那比方说赖清德他之前出访宏杜都拉斯 就那时候宏杜都拉斯还是台湾的邦交口 现在已经不是了 对以前还是的时候 他出访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做了一张政治漫画 就是把赖清德副总统还有美国的副总统 跟宏杜拉斯的总统就放在一起 那这个政治漫画他们就在一起吃 那个宏杜拉斯的街头小吃 所以我们用这个政治漫画去网路上面传递一个讯息说 就是跟台湾当好朋友的话 等于就是跟美国当好朋友 就是这样子去向中南美洲的民众做宣传 那这些民营图 然后我们会再把它的回馈 民众的留言也会再收集起来 然后会再制作成国际新闻 就是在国外去多讲一些关于台湾的正面形象的东西 那或是说在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有些国家跟台湾断交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发动一些网路的行动 比方说所罗门在2019年的时候跟台湾断交 我们在所罗门的网路世界里面 有发起一些一系列的贴文去讲说 虽然断交了可是台湾的人民跟所罗门的人民还是可以当好朋友 就是也在当地引起了很多的回响这样子 那我们在做这个数学外交行动 我们会看到说其实数学外交它是一个可以去 透过长期的制造社群内容 然后在其他国家的社会里面去影响他国的群众的舆论 或者说去影响其他国家的 由其他国家的民众再去影响当地政府的决策 所以他们其实数学外交它其实在现在的这个网路世界里面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容易被测量的 它是有办法去测量它的成效跟它触及的人数的一种行动这样子 那在我们回到去年 我们把时间转到去年2月 就是去年2月24日就是当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乌克兰的网路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说战争还没有开始很激烈的 开始打的时候 因为我们我们这边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乌俄战争开打前三天 他们的政府官员在推特上面的一些发文 你会看到说其实在战争开打的72小时 他们比方说他们的数位部长 就是有点像是他们的数发部 就会开始跟全世界的企业去呼吁说 不要再提供服务给俄罗斯 因为他们正在进行非法的入侵 那或者说他们的总理就会开始向全世界去做喊话 然后在这些网路上面除了乌克兰的政府自己会发文之外 你也可以看到各个企业 他们也是透过推特或是透过脸书或各种社群平台 他们开始去回应对于乌克兰战争的看法 所以现在的战争它其实是一种混合形态的战争 它不只是在实体的战争 大家在网路上面的这种互相的发言 其实它也会去影响整个战争局势的发展 在这边就是各国的企业也开始谴责俄罗斯 然后在网路上面去做发表这样子 那乌克兰他们其实也有很多政府的APP 然后也有被开发出来 比方说这个chatbot 它是在Telegram里面的一个chatbot 它就是让民众可以及时的去 这个Telegram的channel里面去回报 他们所在地的第一手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他们的数位部打造的 那我在去年二月的时候 我有私讯我的乌克兰朋友就问他说 你现在还好吗 那你现在你在乌克兰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那那个时候我的乌克兰朋友就回答我说 其实他觉得只要可以把俄罗斯的暴行扩散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忙 因为他们在这样子的情境里面 其实我们很难直接的去接触他们 可是我们有网路 当我们有网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帮助在乌克兰的朋友 把这样子的资讯扩散出去 那扩散出去之后可以干嘛 因为会有越来越多人讨论 会去促使各国的政府开始正视这个议题 各国政府才会去对俄罗斯进行一个制裁 那社群其实社群作为一小博大的作战工具 那在我们的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说 就是台湾跟乌克兰中间的社群的使用 到底我们到底差异在哪里 或是做了什么样子不一样的事情 那全世界用社群做的事情 其实它基本上就是要尽力的协助乌克兰来做讯息的传播 因为在打仗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建立一个价值的同盟 那你要去把所有网路上面在讨论这件事情 拉到跟你同一边觉得说 他同意你在这场战争里面的正当性跟道德性 所以社群它是一个可以去散播你的价值观 传播你的价值观 还有去影响群众意见的一个平台 那比方说之前iCan有要把前苏联的 就是前苏联的那个网运拿掉 这个也是在网路上面的就是一些讨论之后 做出的一个决策这样子 那或是说在乌克兰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们会去针对特定的事件做发生 那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些 就是政治人物的发言里面 他们其实都是在针对 他们其实都是在针对那个 就是国际组织在做 国际组织在做一个呼吁 好可以帮我下一页谢谢 那这边的话就是或是说在社群媒体上面 可以看到说比方说有乌克兰的民众 他们就会去联络贝克汉 那他们借了贝克汉的IG 然后把乌克兰医院里面的战况 就是转达出去 因为贝克汉的流量非常的多 这个动态听说有400万个人看到 所以他们会利用不同的社群平台 或者说去跟不同的意见领袖合作 然后去转达 把他们做好的内容 找到正确的管道传播出去 好帮我下一页谢谢 那乌克兰用社群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其实乌克兰他们就是 主要是在维持一个社群的热度 因为他们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全世界不讨论他们 当他们没有被讨论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 所以乌克兰人他们用社群 他们最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维持一个社群的热度 好 可以再帮我下一页吗 谢谢 那他们的贴文其实可以去看到说 他们其实有 不管是比较情绪性的贴文 或者比较资讯性的贴文 其实他们的发文的诉求会 发文的诉求会不太一样 那有些时候他们会做迷因图 会做迷因图 或是会去做一些战争前战争后的照片的比较 那就是一个比较情绪性就是引发共感的一种贴文的方式 可以再帮我下一页 那资讯性的贴文的话就比较多是 比方说政府会去发布说 俄罗斯常用的假讯息的手法有哪些 或者说最现在的攻击又扩散到哪边了 所以也有一些比较资讯性的贴文 那在社群的传播里面 其实不管是资讯性还是情绪性的贴文 这两种都是需要的 好 可以再帮我下一页 然后其实我觉得乌克兰的政府或群众 他们都很懂得怎么透过社群 去表达自己的需求 因为要表达需求你才会知道说 就是到底国外的政府或国外的群众 要怎么样子来做帮忙 可以再帮我下一页 然后刚刚有讲到说 他们其实很擅长去跟海外的一些意见领袖做合作 比方说斯蒂芬金就帮他们发了一篇贴文 这个流量就非常的高 好 再帮忙下一页 刚刚讲到说乌克兰的群众 他们很会表达自己的需求 比方说有一个网站叫做Support Ukraine 这个网站它其实是开给外国人看的 它开给想要支持乌克兰的外国人看 它告诉你说其实你有非常多的方法 可以去帮助乌克兰的人 不管是提供避难所 或者说你要捐款 或者说你要成为志工 你要帮忙他们做翻译 或是你要把他的 就是你要提供各式各样的组织联络 它把它全部整合在一个 全部整合在一个网站里面 那他甚至说会把不同的贴文 他也是会把它全部 就是把他网路上面的行动 他也把它整合起来 那之前可能大家有听过说 乌克兰民众他们有发起说要去 俄罗斯的Google Map底下去留言 因为俄罗斯的民众一开始出奇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在打仗 所以那时候乌克兰的乡民 有发起一波行动 叫做去俄罗斯的Google Map 各个经典底下留言 所以他也把这个网路行动 也有放在这个网站里面 等于说你只要到这个网站 你就可以点进去各种 网路上面的一些行动去做参与 它非常的方便 好 再帮我下一页 然后在这个的话 就还是在讲Telegram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说Telegram 在乌二战争里面 其实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 因为在乌二战争里面 其实Telegram的群组 它成长的速度 大概是以往的 没有战争时候的六倍 它每天都会有新的群组 因为要提供新的资讯 或者说它会有不同的新闻群组 可以去跟大家交换讯息 那也有很多的外国群众 他们参与在这些Telegram里面 去提供协助 或者说去得到第一手的资讯 那其实我们做网路内容 最重要就是要去创造 或去找到新的管道 把本来在国内的消息 带到国外去 好 再帮我下一页 那台湾人用社群 又做了哪些事情 台湾人其实做了蛮多 就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有做了蛮多有趣的东西 可以帮我下一页 就比方说我们 就是总统府有发一个 乌克兰的兰花 就是表达一个 对乌克兰的声援支持 然后再下一页 谢谢 我们协会之前有做一张图片叫做 就是Taiwan stands with Ukraine 这一个黑熊白鹤图 黑熊是代表台湾 白鹤是代表乌克兰 那我们就是号召网友去把这张图片贴在各个 贴在各个乌克兰政治人物的推特底下 去做留言 就表达一个情感上的支持 那这张图片大概四千多个网友有来按赞 就是我们采取一个网络的行动表达说 台湾是跟乌克兰站在一起的 可以再帮我下一页谢谢 那我们那时候也观察到说其实台湾的网友非常的关注乌克兰 比方说在战争发生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的一个乌克兰朋友 他就寄了一张照片给我们 他是一个来过台湾的部落客 他就只是比个赞 然后说我在乌克兰我人很安全 那时候大概就有一千多个台湾网友来按赞 其实这个网络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虽然你跟他是完全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面 可是因为出于一个 就是大家都是人的一个人道关怀 所以你只要看到有乌克兰人是平安的 其实你就会就会透过这个贴文按赞 去跟他产生一个连接 可以再帮我下一页 那对就是我们其实也有在协助 我们协会也常常在协助在台湾的乌克兰社群 去转发一些消息 因为他们想要跟 不管是跟台湾社会大众募款 或是号召民众上街头去支援 是深远乌克兰 这个就是我们协会去帮忙做一个讯息的转发 可以再帮我下一页 然后在NFT的部分 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创作行动 是在帮乌克兰做募款 在帮乌克兰做募款 去年的金额虽然没有到很高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台湾社群一个新的尝试 就NFT居然是可以拿来做一个慈善相关的募款行动 那有很多人愿意来做参与 好 帮我下一页 那在这些事情里面 乌克兰给台湾什么样子的启示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乌克战争里面 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传播讯息的管道 那些东西它不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再去找就可以了 它是一些平常就要慢慢准备起来 或者说写内容 或是说做传播这样子的工作 那也是要透过每天每天的练习 还有去发想这些主题 那个都是需要先提前做准备的 所以我们讲平站转换 平时跟站时的转换 好 再帮我下一页 我们正在 今年在台湾有做过一个台湾社群守卫者的群目计划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来提升台湾的网路作战的传播能力 那我们不是做假讯息 因为假讯息真的非常多人在做 就我们觉得说台湾有一小块就是 是需要来讨论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 在特殊的战争时期懂得来做这种传播的工作 在这个传播工作里面不管是对国内把资讯做一个整合 或者说对国外就是要把台湾的状况往外传播 保持一个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讨论度 这些都是需要慢慢培养的 所以我们在今年有推出一个群目的计划 可以再帮我下一页 群目的计划在今年 就是很感谢有四百多个捐款人 就是有支持这样子的计划 所以我们今年在做一个系列的课程 可以再帮我下一页 我们在今年有做一个系列的课程 那是针对不同的专业领域的朋友 那我们去开设属于不同专业领域的传播课程 那我们同时也有在开发一套排卡游戏 那这个排卡游戏呢 其实它就是让大家去扮演不同的角色 就比方说战争发生的时候 如果你平常是一个做行销传播的人员 你平常是一个工程师 或是你平常是一个老师 你在这样的情境里面 大家各自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比方说你平常是一个老师的话呢 你可能我们的课程里面也有去教老师说 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提升学生做媒体试读 或者资讯判读的能力 那在这套的排卡游戏里面 其实有不同的角色 比方说还有一个角色叫做海外台湾人 那海外台湾人的角色 我们就是会在课程里面去教大家说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在海外留学 或是在海外工作的台湾人 你要怎么样子来联络当地的政府媒体 或是说来帮忙做一个翻译的工作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套排卡游戏 或是我们的线上课程里面 都可以找到不同的 可能属于自己的定位或是角色 然后来做模拟 来做预言 就是来事前的去演练这些网路上面的 传播作战到底要怎么进行 好可以再帮我下一页 对那这边是最后一页 就是结论简单来说 就是说认知作战 其实是一个台湾不可以去忽视的话题 它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 那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都是需要去辨识资讯 那除了辨识资讯以外 自己成为资讯的传播者 还有成为有能力去产制内容的人 这个就是提升台湾公民认性的其中一种方法 那就是今天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好 再帮我最后一页 那如果各位再往下 各位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上我们的粉专 就是可以上我们的粉专 就是参考这个数位外交行动计划 然后我们的IG跟Twitter都是DigiDiplocLab 那或是大家有更多的疑问 或是有想要讨论的话题 都可以寄到我们的email 好 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 谢谢 那我们非常谢谢郭理事长刚刚的分享 我觉得其实他刚刚的 尤其刚刚那个桌游 我觉得提醒到一点 就是有设计上好像有很多的角色 那其实就代表的是 我们社会上不同的人 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想说 好像战争离我很远 或真的发生战争的 我好像什么时候不能做 但我觉得这样刚刚的提醒 就是发现不尽然 每个人自己在自己的工作赶会上 你自己平时的一个专业能力 都可能可以在战争的时候 让我们扮演一些角色 让我们能够有一些 对防卫台湾有助的地方 那刚刚提到很多一个点 讲说平战转换 有时候战时所需要的东西 在平时可能就要事先做好准备 也许平时不是在做战时的应用 但是必须先把这个功能 一些基础建设给设计好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也是下一位讲者 其实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刚刚我们前面那个郭理事长提到 乌克兰好像做一个app 然后让他们可以在战时的时候 好像可以比如辨识敌军的位置 或让一般的人如果知道一些状况 可以用那个app去回报 台湾就我们目前所知 好像政府没有一个像这样子 一个可以给大家使用的一个数位工具使用 政府不做没关系 我们台湾的厉害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高手在民间 民间可以有人来做 我想这个就是等一下这个我们要请 这个许创办人你说haba要跟我们分享的地方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让我们台湾自己的民间 有一个工具可以去做一个数位工具 来去做一种潜在 也许暂时我们可以拿应用的一个 有效辨识底线 或是这个团体作战的方法 来我们接下来请我们haba 谢谢 前面还有一个漂亮的荧幕 大家好我是haba 前面这边 他投影片不会出来 没关系那我就用看的 那你刚才是怎么看 没关系 对哦好 有啦好 那我就开始了 大家好我是haba 那社群多叫haba 我本名叫修隆 那这个投影片的第一页 他的左上角就是cc by name 就表示这个稳健 他是公开的 所以有机会的话再请主办 就把这个投影片可以分享给大家 右下角那个QR code就是 所有相关的资料 扫这个QR code进去就会有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我一开始 我想先稍微分享一下 自己的一些摸索的历程 然后好 我觉得 从这这几年 我们知道三针有机会来嘛 其实老实讲一开始是非常担心的 那你越担心你就越需要去了解 那越了解 其实你就更担心 然后呢 可是你一直看 像我自己的情况是 你担心 那你就会去想要看什么情况 辨识书到底状况是什么 简单讲 比方说该逃还是该守 对不对 这是最基本要想的问题 对不对 撑不住是不是要该逃了 对不对 好 那可是你 你当你越去了解 就像刚才讲 越去了解 其实你 你除了担心以外 其实你会发现 你能做的真的非常少 那因为这东西 每一个都好像是很大的事情 好像都是总统 什么什么 才能够处理政府 才能够处理的事情 那跟我们什么关系 但是你慢慢发现 你越看越久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样不行 你只有担心有什么用 最重要的是 我的想法是这样 你要嘛就不要担心 那你如果担心 那你就要做点什么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 顺便跟大家呼吁一下 行动的重要 一定要有行动 不管你做什么 whatever 你只要开始去做 自然就会比较不会担心 那这个是我觉得 摸索过程里面 第一件事是这个 你要想办法要有行动 可是你会遇到 第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你还真不知道 你能做什么行动 你说你要 你说像我们搞社群的 你说我可以forward什么东西 对啊 可是战争又还没来 你一定要forward什么 对不对 你要通知什么 好 那当学慢慢久 第二件事你会发现 其实 这个你光第二件事 是找同伴联系相关 有心的组织效果很好 这个其实已经 光我进到这个进程 它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 就是说 你搞了很久才发现 其实你最重要 就是要去找到 那些朋友 或者有心的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好像 担心的人好像有 但是你又不知道他是谁 好 那实际上 比方说后来去参加黑熊 你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有心的人 很多有心的人在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自己在萤幕后面 或者怎么样 其实你不容易发现 但是你只要走出来 去参加过一两次活动 你就会发现 其实跟你很接近的人很多 而且大家多少什么都在做一点 而且当你发现 你开始做一点什么的时候呢 你的这些伙伴 他都会出现很奇怪 像今天来的这些很多 就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也是都有联系 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 他不孤单 只是大家都比较 就是Low Profile 比较不讲 所以 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像我 我的最基本建议就是 你可能比方说黑熊 或者其他那些什么民房的活动 你只要试着去参加 你就会发现 这个管道就会很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就以个人的角度来讲 真的真的发生战事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需要朋友 就是需要管道 就是需要资讯 就是需要这些东西 好 那可是你 你平常有认识这些人 或者有接近这些组织 你得到的都是最好 最以守的资料 好 所以这个平常是要耕耘的 好 其实最后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要发挥自己一份战力 好 就是说 2000万人 你2000万人有2000万份 好 你不用想那么多 什么政府该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 对我自己来讲 你 你与其一直叫人家 谁该做什么 你该做什么 组织该做什么 政府该做什么 你怎么不去想想 你自己该做什么 好 那你自己保护好自己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所以 最重要就是你要发挥自己一份力量 那一份力量是什么 你要自己去定义自己去找 那像我的话 就是说 找最最适合自己的角度切入 好 像我我资讯比较强 强吗 好 那我当然就从资讯的来切入 好 你像我去参加黑熊 他有的有的是救护的 我又不会不太会救护 对不对 你叫我搬人 我自己不要给人家搬就不错 对 就是 所以你会发现 哎奇怪啊 我资讯搞这么久 那我当然出来 当类似当资讯兵的角色 不是很好 所以资讯站的 的方面 就是我可以琢磨的 所以我今年 今年我的目标呢 就是去把黑熊的那些什么 资讯站的课 都把它上完 对不对 那 那可能就有更多的 更多的本职学能 就是说 找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那那我只是先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大家应该进程都很像了 那那这就是一个 我一开始给大家的引言 就是自己摸索的经历 好 那今天的主题是 ATAC在数位韧性的的的的的的 的一些活用吗 那首先一开始先跟大家讲 帮我播一下影片好不好 好的 先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ATAC 好 这个是 等一下播放的是ATAC一个 他的展示影片 他是一个 美国 美国大兵用的一个战斗软体 好 好 这个 这样 看得看清楚 好 你可以看到他是美国大兵在用的 但实际上我们也 我们也可以用到 然后 他这个东西很厉害是 他已经是实战BASE 好 你看他是BATTLE PROVED 就是他是实战BASE 他是可用的 好 不是 不是 只是玩具 或者只是 只是 游戏哦 他是真正可以拿来战斗使用的东西 好 那简单讲 这是美国大兵的一个 额 战斗软体 好 你可以看到他有底图 好 各式各样的底图 你都可以切换 好 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知道 这个是3D嘛 好 他可以在他的画面上看到3D 每一对的人 都可以在地图上看到 可以测量距离 好 这个是每一对的位置 好 然后 这个是天气 好 他可以结合现在的天气资讯 好 然后 这个是 这个是 比较像 CAMERA 或者是 无人机 的影像 会直接看得到 好 那 这个是当一大 一大堆人在动的时候的样子 好 这个是真的在战斗时候在用的 好 他就可以结合非常多的 的硬體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非常多的icon 然后他是美军标准的界面 所以你每一个人看到的 的理解上的意思都会是一样的 的理解上的意思都会是一样的 所以你每一个人看到的 这里比较是所有的高层 跟你在某一个位置 在某一个位置被三挡住之后 你还看得到什么 你还看得到什么 那这个是 有点像任务分配的 的每一个人的位置 或者某一个战区的 的角度 就是所有的点 每一个跑的在线上 线上所有的资讯都有 好 通讯界面 他可以随时跟其他人做沟通 好 这个是测距 那因为他是战斗软体嘛 所以就是要知道 别人在哪里 位置在哪 方位在哪 这个是无人机的 无人机看到的样子 在哪里 他有什么事 什么事 他也会在哪里 他会来 算 הא� 好了沒有了 好這個 剛才看的那個軟體 當然很炫的 剛才那個 引言跟我說 這好像聽起來好像我開發的 千萬不要這個搞錯 這美軍開發的 這跟我沒有關係 好 那其實我覺得講這個東西 他的第一件就是這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那美軍的東西我用不到 那我今天來這邊講 數位任性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所以才要講 好這個一開始 剛才那個什麼3.6 Pro 那個就是剛才的影片 簡單講他是 美美國大兵的現場戰鬥軟體 穩定安全經得起現場考驗 適合戰鬥群進 他所有東西都是美軍標準 好 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好第一件事情呢 他實際上是 你可他實際上是open source的 你可以在你如果你有android手機 你可以直接下去下載安裝 所以你等一下 就可以直接把它安裝完了 那 那因為他是開源的 又是免費的 所以你剛才看到的那些東西 實際上百分之八九十 你在你自己的android手機 馬上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不是在跟你講一個 遠在天邊的一個高級東西 沒有 我跟你講的是你10分鐘後 就可以在你手機上用的東西 而且是免費的 好 好 那他還有什麼 他有windtag i-tag 所以你iOS Windows其實也可以用 但其實都不太建議 他基本上你就是在android上用 好 那 你那你就可以想像 他那個東西如果不在戰鬥的時候用 可以拿來做什麼用 那你可以想 戰鬥上可以用的東西 其實在防災救災登山任務小組 這些東西其實他都很像 情境都很像 所以其實都可以用 那如果我們真的在戰鬥發生的時候 比方說 這這裡就幾個例子 比方說你 好 比方說 哪裡有補給 水在哪裡 好那比方說井在哪裡 哪裡取得到取得到東西 那你你如果是走在走在外面的話 你的你的夥伴在哪裡 好你比方說好假設現在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有防空啊或者什麼 那比方說你現在災害災害你你 比方說你有有一個地方有一個防空洞 或者是避難設施 可是重點不在於他在哪裡 重點在於他現在裡面還有沒有就是 還有沒有空間 裡面有沒有足夠的水有沒有什麼東西 所以你這些資訊是需要更新的 那那我們在我們現在的系統裡面 這些東西他都非常弱 但是你透過這個軟體卻非常容易 那這就是這個軟體很好用的地方 那這裡寫了 就既然他是戰鬥軟體 所以在戰鬥的時候 當然可以發生很大的用途 那比方說我們民間拿來用更好用 比方說好我們剛才講 通訊軟體壞掉 line壞掉怎麼辦 line壞掉不表示你的網路壞掉 可能只是他server掛了 可能只是line被被害了 或者是怎麼樣好 那可是像這個軟體呢 他根本你只要網路通 甚至你網路不通他都能通 好 那你所以你在做任務指揮的話 其實也很好用 那這一頁其實這樣大家講的是說 他有非常多的用途 而且現在你就可以開始用了 好 那重點在於你 你對他的掌握有多少 好 好 那 剛才看了的是他的影片 有沒有 他是官方的影片 你可能講說 那真的可以用嗎 好 只是他 因為有的時候影片很展示的很好 實際上就是用起來就不能用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去試試看 我們就真的裝了40個底圖 確定他底圖是可以用的 我們真的做了這些協同 知道每一個 比方說這個例子好了 我那時候參加 黑熊學院的藍雀行動 好 然後呢我就我們就帶兩臺去 然後那個藍雀行動裡面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就是 反正解放軍在抓人 抓人嗎 我們就在那邊躲躲躲 結果我就被抓到了 抓到之後呢 我就軟體就看起來 我就可以知道我的朋友在哪裡 所以 所以你即時知道對方在哪裡 其實在真正發生事情的時候很重要 好 好 那這些串流 確實這個東西也是會動的 好 軟硬體整合 這個我們熟悉了之後 就知道是怎麼整合了 好 那這一頁其實很重要 就是他 他實際上好 你比方說好 你一個 你一個類似這樣子的軟體 他裡面說這個是一個坦克 好 那他比方說紅色就是敵軍 綠色可能就是友軍 然後這個坦克 可是問題是你光看坦克 他這個比方說這個坦克是哪一型的 就說意思是說你 你認為的icon 跟別人認為的icon 看到你們兩個要認知同樣的東西 不能他以為的綠色是友軍 你以為的綠色是敵軍 那怎麼辦 所以 所以整個這種 整個介面的標準 整個格式的標準 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這就是他為什麼符合美軍標準很重要 意思是說 你任何 所謂比方說類似軍方的人 他看到了這個介面 他一看就懂 他不會 不需要再訓練 而且都一樣 好 那有相關訓練 好 那這個是剛才看的 這個是我們如果做GIS 其實就會發現很炫的東西 就是他竟然可以在 想說你在山裡 我們在山裡你可以知道 山的後面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怎麼知道那個地方 你看得到看不到 他在這裡這個地方 他中間站的那個位置 綠色就是他看得到的 紅色就是他看不到 可能被山擋住了 這個 這個你如果在戰鬥的時候就很有用了 對不對 你炮打得到 你打不到 你要看看 或者你打得到打不到對方 這些都有用 好 那這是任務切割 這剛才都是影片上看過 我只是在這裡稍微再講一下 比方說這個右邊這個 右邊這個實際上他就是他可以 等於是你只要連進去 你就可以跟別人發訊 所以一群人裡面互相就可以通訊 他其實也不需要LINE 也不需要什麼 你只要加進去 基本上就可以做群組通訊 好 那剛才看到的都是人家的影片 的結出來的東西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自己使用的實力 這個例子是什麼 這個例子就是我拿著他 我去花蓮玩 去 不是玩了 就是去開會 去開會的時候呢 我就 開個會 總是花蓮好吃東西 我就去吃一吃 好順便把它照照相 你可以看到的是在這裡 就算了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軌跡 有很多的照片 然後照片都會在圖台上 會顯示出來 顯示他是一個照片 顯示他的名字 好 然後更重要的是 而且你看這個 這個所謂的軌跡 他都可以replay 就是說你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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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 你都可以知道你幾點幾分在哪裡 那個時候的高層在哪裡 這個全部都是知道的 更重要的是這些整包的東西 他是可以複製下來的 好 我去花蓮玩 把這個紀錄下來 然後呢 結束的時候 我只要按一個按鈕 打包 我就是一包了 那我這一包可以再傳給別人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 假設我們去做一些探勘 還是做一些什麼什麼事情 你做完的東西 你怎麼把資料交給別人 不行 或者是一群人一起合作 假設你合作去探索一件事情 還是比方說你合作去盤點 這附近哪裡有 就以口罩地圖好了 口罩當初當然是做得很好 但是問題是當你沒有口罩系統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用這個東西非常簡單 你只要 每一個人有這樣的機器 那應該大家研究就有 那你比方說 我負責盤點這一區 你負責盤點那一區 那每一個人去的時候 就把它點點點 點完之後我盤點完了資料 我就傳給你 然後都傳給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merge 完 他就有全份的 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他相當厲害的地方 好 那這中間是有個畫面 那又這個 像這個畫面呢 他的底圖很多 比方說登山就很喜歡用魯地圖 有沒有 然後比方說民間的有人就是 比方說你想要看核的 你就要看政府的 的這種 這種地圖 那Google是大家比較喜歡的 就是說有的時候你想要看衛星 有的時候你想要看圖枝 那這麼多的底圖 他其實就是需要很容易的被切換 那這裡這個東西 他就是隨時可以做切換 可以隨隨時做匯入 好 那 右上角的這一個 右上角這一個實際上是說 他就是剛才所謂的打包 就是說你可以把很多的資訊 都組成一包一包的 然後呢你連上來就下載 下載完你就有全部的資料 那這一包裡面是什麼 就看你當初打包的是什麼 比方說你可以 我舉例好了 好 這裡 這中間下面他就是 水利署的這種 就是比方說警衛的資料 這是開放資料 那我們就把開放資料直接匯進去 別人也不用去搞什麼 去拿開放資料拿東西 不用他只要一連進來 一打開他 他的地圖上全部到處都有警衛 好 那你比方說你把它想成是 假設你這個時候戰亂好了 你有補給點好了 好 各式各樣的補給點 那現在裡面大概有什麼補給品 你都把它弄成一包 那人家一進來一打開就有 他他在附近哪裡有他清清楚楚的 好 那這就是 這就是 好用的地方 好 那我講一下我們能做什麼好了 首先先講一下我們是誰 其實我們就 我們這些我們玩這些東西 基本上就是幾個人 幾個工程師 有做系統管理 有做軟體開發 有做硬體設計的 有無人機的專家 然後我們就是 我們的精神就是都是開放開源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剛才投影片是開放的 那投影片點進去的連結 也所有東西都是開放的 那所有的 我們的學到的東西都是開放的 好 那我們前陣子在做什麼 我們叫做免費的現障堆鏈 比方說你現在聽我講的玩這個東西 感覺這個東西不錯 好 那我要用很容易用嗎 雖然 Android就裝了 裝了你就會用嗎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玩這個東西 我發現 其實還沒那麼容易 他就有一點進入障礙 主要是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畢竟他就是軍隊的軟體 他不夠 他雖然設計的很好 但是他不夠清明 他不會給你拍一個YouTube影片說 你就這樣玩就會了 或者是你就說明書都硬邦邦的 好幾十頁這種 就是你就覺得他就是 為什麼20分鐘這麼快就到了 好 好簡單講就是 有線上對鏈 我們大概每每個 每每兩三個禮拜或一個月 會辦一個線上對鏈 那你就可以連進來 那你帶你什麼都不用知道 你只要帶著你的Android手機進來就好 然後兩個小時線上的嗎 你在你自己家裡 兩個小時內 你保證就會用了 就是重要的東西你都會用 我們有做這樣的線上對鏈 其他我就不講了 那這些是我們已經做的東西 其實我們這樣做這個線上對鏈 令人很感動的就是說 我們後來有feedback說 有些警察 有些警察呢 在他們自己的情務裡面 就開始用這樣的東西 我說那你們怎麼知道這裡 他說就是你辦那個線上對鏈 他們進來之後 完了之後覺得有用 後面就自己搞 然後就搞起來了 所以其實是可行的 這個是被證明是可行的 這跟數位韌性怎麼關係 今天不是講數位韌性嗎 其實應該講 社群是很彈性的 但社群其實是很沒有結構的 而且最重要是這個架構的東西 在遇到戰亂的時候 是很難組成的 架構的東西都是很花時間 要規劃要建構要幹嘛 那像剛才那個數位 數位外交他們在做的東西 這就是架構性的東西 你這種架構性的東西 你在很早建立的時候 當事情一發生 所有人一call就來了 那 可是你如果沒有這個架構 你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就慌亂了 那像這種軟體也是一樣 你隨平常的時候玩一玩練一練 好 那可能用在打七彈啊 又在登山啊什麼 好 你遇到娛樂 但是實際上發生的時候 這個時候東西就很好用 那 我來講一下 這個救災現場就先不講了 因為已經沒時間了 我就直接講Uber好了 在烏克蘭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有一個戰役 就什麼什麼 什麼燉內斯克什麼戰役 然後烏軍齊襲很奇怪 他突然一個晚上的同一個時間點 不是說所有坦克都被他炸毀嗎 那時候我看了就很頭痛 因為我們做資訊系統的 我們非常知道這非常難 你怎麼協同這麼多的資訊 然後讓所有的飛彈在同炸 炮在同一個時間 打到不同的坦克上面 那那他們說就說他們叫做Uber系統 那時候我們 我們就覺得哇 這很神奇 這到底是怎麼做的 後來發現 當我開始會這個軟體之後 這 piece of cake 好不好 用這個東西 根本就不用開發 我做方法就是這樣 就是好大家都有好 那你比方說我們在訊息明天發說 好我們 凌晨4點我們要開炮 再比方說這個戰鬥群組 凌晨4點我要開炮 現在12點 好請各指揮官你自己選 你要打哪一個坦克 那無人機飛過去他會找到 他會標嗎 標示這些坦克在這裡 然後指揮官就比方說 大家就自選 選完之後一定有人漏的對不對 所以他就在群組溝通說 那模擬打他 他打他他打他這樣好了 好 那大家3點都談好了 好大家都不要動 4點才開始動 4點一打不全死 就這麼簡單 也不用客製化 也不用什麼 剛才講了這東西 在ATAE軟體全部都是內建 全部都不需要F 這就是強的軟體跟弱的軟體 你剛光看到這件事你就知道 如果打戰的時候 你是蘇俄那一端 你是俄國那一端 你沒有這個東西 還是你希望你是烏克蘭那個 有這個東西 我絕對不希望我是沒有的那個 我絕對被人家打死了 這種就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是開放的 好 那 好 這個就是基本上的參考資料 那就是反正這個蠻好用的 不過我在推廣這件事的時候 一直覺得很奇怪 他是開放的 不用錢的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大家不知道 然後我一開始學這個時候 我想說不知道就是因為這個很新 太新了 所以大家不知道 不對 我接觸他的時候 他已經出來兩三年了 然後更加的是 我已經推廣他半年多了 其實我猜現在的人 也幾乎沒有人知道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對 反正這個最主要就是 最上面這個應用推廣 就是剛開始的第一個連結 然後最後的那個實習練習指引 基本上就是 我們開線上對練的時候的 的紀錄 那你如果說 我等不到你的線上對練 你最下面那個連結點進去 他實際上你照著那個做 其實就已經可以做 其實你也不用進來練了 好那就這樣子 好 對 OK 20分鐘沒錯 感謝哈巴的分享 我覺得這個 我剛剛有這個 偷偷按了下載 果然就像您說的 需要有人帶進門 對 反正等一下我們活動結束後 也許留個幾分鐘 讓我們現場多一點的人 更多人認識這個軟體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雖然我們不希望 我們真的在 戰爭的時候用到它 因為我們不希望發生戰爭 但是其實反過來講 也許越多人我們在 戰爭還沒有發生之前 就做好戰爭的準備 戰爭更不容易發生 為什麼 因為你提高了敵人 要攻打你的成本 當他如果發現說 我要攻打的對象 都做好的準備 我要成功攻戰的機率很低的時候 反而就不會發動戰爭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現在為什麼在這裡 另外一個原因了 我覺得剛剛前面 不管哈巴 或是我們過理事長講 其實都很好 平戰轉換 很多東西其實我們平常 我們也許日常都在使用的東西 也許我們不一定有想到說 原來這個東西在戰爭的時候 或是在可能灰色 面對灰色威脅混合戰的時候 就可以派上用場 所以我覺得 今天這個也是我們 先期待下一個想法 跟大家分享 因為像Qsearch 一直都是我們現在 非常多這個業界 都會使用的一個社群監控 或是了解社群聲量的一個工具 那如果碰到戰爭的時候 像這樣的一個社群的監控工具 可以幫我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大家去聽聽看 那我們先歡迎這個蔡總監 謝謝 這邊會有畫面嗎 好 這個蔡總監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是不是先 就直接請其他前面兩位 這個分享人 我們也坐到台前來 對 那接下來的話 那當然我們 我們有準備一些題目 等一下 我會依序的會問幾位這個 這個分享者 然後跟大家討論一下 到底說 我們除了剛剛的分享之外 也許針對一些題目來一些回答 那我先回應一下 剛剛蔡總監提到幾個點 我覺得其實蠻有意思 剛剛尤其提到說 像我們防災 我們會做演練 面對戰爭 然後我們也會做 這個漢光演習等等 但是面對認知作戰 其實我們並沒有做防災演練 剛剛其實跟講得很好 對 對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剛剛提到的點 其實就想到說 我們剛剛看到很多詐騙 都是在臉書上 詐騙其實都是騙錢 騙錢還好 如果今天是要騙我們台灣的主權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 常常會在經過這種 在關於這些事情的討論 都說 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買台灣又不如騙台灣 對 甚至我會 自己隨便亂想就是說 這些是不是 他可以組織性的了解 哪些人是資訊的 識別能力比較弱的 然後把他們圈起來 然後針對這些honey pot 就會一直放錯誤的消息 然後大家就亂成一團 這也是一種攻擊 對 這其實就是 而且這個我覺得也是後續想要 就是我覺得值得大家 也不定我們在這個場合 就有辦法解決 因為其實我覺得 尤其Qsearch做 比如說我們可以 也許可以看到一些社群的 一些資料報告 還有一些針對假訊行李 可以看到社群的一些波動 但那可能比較像 我們講難聽一點叫驗屍報告 事情發生結束以後 我們可以回頭看 OK原來這件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但是如果事前 就先避免 OK 這是今天這個活動的目的 好 所以回過來 我覺得要讓大家來 問一下後面 大家幾位來賓 就是 面對戰爭 我覺得這戰爭包含非常多型態 實體真的就是 有開槍 大炮這樣的戰爭之外 還有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 我們叫做灰色威脅混合戰的狀態 好像其實 你能說我們沒有被開戰 我們沒有被攻打嗎 好像不盡然 我們在某種程度的戰爭之下 那我們要如何面對這樣的 disfirmation 假訊息 假新聞 或是 虛假的訊息 我們應該要怎麼面對 我們有什麼樣的工具 可以去應付它 還有 如果我們在沒有網路的時候 又該怎麼辦 來 這個問題好像有點 有點大有點難 我不知道哪一位有辦法 先跟我們這個回應一下 好吧 你剛剛是不是說 你那個工具可以 沒有網路的時候也可以使用 沒有 確實它是可以使用 但是問題是 你在裡面 它是一個封閉的地方 它是一個封閉的地方 你在裡面 假設你裡面 你本來就有一個團隊 那你這個團隊裡面 的訊息在裡面發佈 但那個軟體 它 它 不是 我覺得不是 不是這種用途 它是一個 特定任務的用途 對 我覺得這裡面 可能要講一下就是說大家對於 比方說沒有網路斷網這件事情 我覺得尤其是在 不懂網路的人 他都會覺得這個是0跟1的問題 你今天用的好好的 然後沒有網路就是表示 我什麼東西都不能上 其實不是這樣子 像我們網路學很久的 網路是一個非常繁複的結構 比方說好了 你說沒有網路 可能是因為你 比方說你的 你的家裡的網路上不了 或者說你的手機網路上不了 好 那你可能衛星網路還在 或者說你的 radio還在 或者是說 假設所謂的網路炸好了 比方說 好假設他 有辦法把你國家的 對外的網路全斷掉 但是你在國內的網路是好的 那比方說你把 比方說新竹人 然後你把新竹的一個 什麼通訊中心把它炸掉 但是其他人是好的 然後而且這種東西它通常 都很可能在 你把它弄掛了之後呢 他在幾個小時或者一兩天之內就會恢復 所以 所以他網路掛掉 大家不要被想到 哇 一掛掉就是全部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通常 通常在正時的環境裡面 他都是斷掉一下子 或者斷掉一區域的東西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把這件事情 就用0跟1來表示 就這樣烏克蘭好了 烏克蘭在戰況很危急 或者是什麼時候 他們其實網路也都是斷斷續續的 到後來 幾乎網路也都其實還是好的 所以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 就是給他補充一下 因為我 我曾經為了回答一個問題 我把整件事分析 讓人家知道說 網路是非常多節點 非常多狀態的東西 不是你說一掛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可能要有一個正確的認知 我覺得剛剛提到有一點其實很重要 這個要退一下台灣網路講堂 上一個主題是不是就講到 我們對外的這個通訊 也許我們島內 我們講台灣島島的這個通訊網路 依然完整 但是我們對外的這個網路連結 也許是對外的海欄 也有可能遭到破壞 所以我們也許 我不知道我這樣的 我不知道我這樣的資安的資訊 對不對 也許我們看不了Netflix 但我們還可以上PTT 因為TPTT的 是在台灣裡面的網路 但是Netflix 可能接到國外的伺服器 歡迎大家可以去看 上個月的這個台灣講堂的活動 應該網路上也有影片可以看 對 那我覺得我也想要 那我想再追問一下 那如果是 因為像尤其是 不管是外交集會 或是Q社群 什麼用的社群 像剛剛有提到 主要這些大的網路社群 其實都是 國際的平台 那真的 如果我們遇到說 好台灣我們也許內網 台灣自己島內的網路 還是通的時候 那如果我們碰到 對外聯繫斷的時候 我們還有沒有什麼方法 或是說我們事前 有沒有先做好什麼方式 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 或是即使這樣的情況 發生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跟外界 有很緊密 或是足夠的連結 讓我們能夠對外求援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 一些經驗或想法 那我先就剛剛就是剛剛有 主持人有提到那個 沒有網路怎麼辦的問題 就是 其實現在就是各個社區 或是說里長 他們也是可以通過廣播 這種這種社區型的廣播 可能會是在網路斷掉的時候 的一個替代性的做法 還有radio也是 廣播也是一個做法 那會說現在 我知道有其他的團隊 在研發那一種移動型的 就是可以在幾百 就是可以在幾公里 幾公里內 就是可以維持一個 短播通訊的一個 一個機器這樣子 那短播通訊的話 其實蝦皮上面 就買得到那個發射器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買來自己玩玩看 然後其實在斷網的討論之前 我們會比較希望去帶大家討論的 會是說就是大家在緊急狀況下的 通訊網絡或是聯絡人的網絡 是不是需要先被建立起來 那不管是國內或是國外 就是在 你在一個不管是天災人 或是說戰爭的狀況底下 你的緊急的聯絡人 是不是有先去預想說到底是誰 那或是說你身為政府單位 或是說你身為是一個 資訊傳播的單位 你跟國外有沒有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那在你的國家遭受危機的時候 其他國家的單位 有沒有辦法代替你來做一個資訊的 資訊的傳播或是做一個轉發 因為像現在 比方說我也在中央廣播電台工作 那中央廣播電台跟國外的廣播電台 是有在維持一個友好的關係 那當其中一個媒體就是 就是沒有辦法再繼續做資訊傳播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由國外的媒體來做替代 那會說像是 烏克蘭他們有三家媒體公司 像One Plus One Media 跟就是Starlight Media 就他們有三家媒體 就是有做一個United News的一個結盟 他們在打仗的時候 三家媒體都講好說如果有一家 突然沒有辦法播報新聞了 其他兩家要補上 就是這些溝通或是協調 都是在戰爭前都要先 你沒有辦法說 我等開始打了 我再來想說我要怎麼樣 這可能就有點太慢 所以回應到剛才沒有網路跟 就是這些資通訊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平常的時候 就要先把聯絡人 還有我們的合作單位 還有這個資訊網絡 都是要先 大家要先講好 就是在緊急狀況下的時候 有什麼樣子的應變措施 總監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 剛才要針對這題的回應 或者說我們在看他解析烏克蘭 針對這個戰爭做的一些事情 其實都有一些示範 那我還是跟我就是簡報裡面的觀點一樣 就是說 就是用一些設計的方式去普遍提升大家 對於這些資訊 還有資訊人際網路的一些協作的機制的建立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需要演練 那這個東西我們再擴講一點 譬如說 剛剛講的這個演習 現在還要防空演習而已嗎 還是其實我們必須要做更多不同 面對不同可能情況的一些演習 那或者說針對相對來說 比較大的這些影響力節點 我們是不是需要讓他們知道自己在這個 可能發生的狀況 他要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那他要怎麼樣跟 follow他的這些人去做一些溝通 或者說做一些情緒的安撫的動作嗎 或者說請大家支援前線做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可能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做一些 人與人之間的資訊傳遞和協作 那剛剛佳佑也有講到一部分是 那關於政府單位就是國與國之間的 或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這些聯繫 其實我相信平常的一些國際關係網絡 或者說商業關係網絡 其實都有在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針對這樣子的一般大眾 我們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一套機制 去訓練大家 去讓大家提升對這件事情的意識 我目前是還沒有看到 那不過剛才有看到 就是數位外交協會 有針對各式各樣的角色 開始去研發這樣子的一些協作機制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還有擴大它 好 那個我覺得我這個今天也是 不管是在線上的朋友 或是在場的朋友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你有沒有背下來 你這個你最親近的親友同住家人的電話號碼 因為現在數位工具非常發達的情況 你現在都直接按 不管Line Messenger或什麼 你直接按那個圖像似的 你還背得起來那個電話號碼嗎 好 這個回頭來我覺得提醒大家一個點就是 大家還記得有一個不用網路也可以通訊的方法嗎 叫做傳統的那個電話 電話走的線跟網路走的線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要怎樣 比較這個年紀好了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也許以前家裡大家也許都還有室內電話的時候 停電了室內電話是可以播的 對好 這個或是以前大家可能還知道有廣播 廣播怎麼使用 但現在真的大家還知道廣播怎麼使用嗎 所以其實我們也做一些這個 臥嫂我們在之前做一些相關民房的議題的 的研究的時候也有去追一個議題就是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以前的公共電話 和現在公共電話相比 以前其實比較常見 現在公共電話慢慢在被拆掉 就是投幣或是放那個電話卡的 但是其實某些程度 那個東西是在暫時要做一定程度保留 為什麼 那個是少數可以留下來的直接通話的一個工具 所以回去之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take home message 就是一個國家作業可以記一下 就是把它背起來 你到底你的親人的電話號碼長什麼樣子 對 你也許只是手機沒電 好你現在看到一個公共電話了 好我要打給我家人 那你就看著那個電話 然後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做 上面沒有 你不知道該怎麼聯絡到對方 即使對方的手機可以通 對方的電話可以通 你卻記不起來 對 我想要echo這一題 像我現在真的記不起來一些電話的對象 對象的電話 因為就是現在都有手機直接用查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可能值得去討論的問題 因為到底就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沒有辦法查詢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子去打到 我們聯絡我們想要聯絡的對象 對 這也是一個關鍵 對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這個在做研究的時候 就發現到這一點 那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除了你自己的同住親友 還有你的這個鄰居們 好也許你不在你現在住的地方 你想要確認好 因為發生了某一種 也許災難或是戰爭的狀況好了 你想要確認到你現在住的空間 是不是還適合回去或什麼 你知道你隔壁鄰居的電話嗎 因為我們現在社會 可能大家都在都會區 可能並沒有那麼友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 我們其實 其實剛剛其實包吻哈巴 或是拿起這幾回血都有提到說 有時候你真的是要出去認識 在事前就要認識 這是一種平時暫時轉換 平時就要跟大家做好鄰居好朋友 在暫時的時候才能成為互相 就是幫忙的夥伴 去認識他們 然後去了解你的聯絡方式 如果真的發生需要的是 在戰爭或是災難的時候 那都是一種可以建立更緊密 點對點變成線 然後接成網 增加社會任性的一種方法 好這個扯的有點遠 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給大家回去當作作業的地方 那我想再回頭來 我也想要就是再問大家一點 就是剛剛我覺得剛剛這個 一個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回去認識周邊的人的電話號碼 重新把它背起來之外 好 個人 我們個人的角色在戰爭中 還能做些什麼 但我覺得剛剛前面有提到一些例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更多的 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好像個人好像是很無助的 但是我們發現說 不管在烏克蘭的經驗 或是其他國家的經驗 其實好像很多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展現 透過自己的專長 去為防衛 也許防衛烏克蘭 烏克蘭人防衛烏克蘭 或台灣的專業者 可以用自己的專業去防衛台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更多像這樣的一些經驗 或是覺得可以做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謝謝 我覺得我想 我想要趁這個機會講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剛開始在第一頁就在講說 其實一開始我們從 就是恐懼彷徨 然後再慢慢找出路 但是我覺得這個歷程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有 但大部分其實都沒有辦法找到 該怎麼做 要不讓我那個時候也不會花那麼久的時間找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可以著力的事情 就是說 你其實是給民眾一個指引說 你該做些什麼 學些什麼 然後來進入這個東西的狀態 那這個東西它其實是指引性質的 那就是你可以讓 你想想看 如果有幾百萬的人都要摸索這件事情 它是多浪費時間的事 那如果你給他的一個指引 假設我一開始 比方說握槽出了很多好東西對不對 假設我一開始有看到 那我就這些都不用摸索 我就直接 黑熊就趕快去爆啦什麼 對不對 你就直接就進入狀況啦 對 我是覺得我們可能 我覺得常常我們在討論這些的時候 好像我們都 都處在一個就是比較高的位置 比方說我們政府該做什麼 台灣該做什麼 誰誰誰 就是都是比較大的 我覺得它應該 著眼在很簡單的事情上 你每一個人可以做什麼 那實際上 當每一個人在探探探 busca 他可以做需要做什麼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指引 讓他就是知道 欸 好像我可以這樣 那其實 那些恐懼或者說那些東西 就自然就不在 而且而且這個東西 contacts 像我們學資訊是這樣 你的方法越簡單 你的東西越通俗 你影響到的人數就會越大 那我們講的東西是 我們在這邊呼籲講的這些case 實際上大部分能做的都是 有資源或者有管道有權利的人 那你怎麼不去想想看 怎麼讓幾百萬的人 他們都能夠做同一件事情 那這個力量才是可怕的 才是巨大的嘛 對 你幾百萬的人都想說 我需要 我想要 為這塊土地做一點事情 我要站起來做點事情 這個 大家都會找到他的路的嘛 對 我覺得是真的是要呼籲大家 就是自己找一件事情 覺得可以幫上忙的 然後自己去做看看 定個月發個文什麼其實都好 你只要覺得這件事是有的 而且最重要是你有去做 這個我覺得這觀念比較重要 我覺得今天的聽眾 可能都是對這個議題特別有興趣 然後如果是學梨組的 可以follow Hava跟Qsearch 學文組的可以follow我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傳播 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推傳播 因為傳播這件事情它的門檻很低 就是比方說大家可以先從練習拍照 練習錄影開始 練習拍照跟練習錄影可以幹嘛 他在戰爭的時候可以做蒐證 烏克蘭他們有一個program 他們就是在透過跟法學專家聯絡 他們在教民眾如何蒐證俄羅斯的暴行 所以你光是練會拍照跟錄影 這件事情其實在戰爭的時候 你是一個公民你就可以發揮你的作用 那或是說在平常的時候 大家可以多去看看說 在國外的社群媒體上有什麼管道 比方說Ready的台灣版在幹嘛 去逛一下 然後或是說Ready就是美國的PTT 那去看一下說他們烏克蘭在Ready上面 到底是怎麼樣子去跟外國人 在解釋自己國家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自己開了很多個版 那Telegram上面其實也有很多 烏克蘭的channel 比方說UkraineNow或是Nexter 也是一個Telegram的管道 反正就是多去其他的社選平台 推特Reddit或是Telegram 這些你平常沒那麼熟悉的地方逛一下 那你就會知道說 好 那如果今天真的發生什麼狀況 我就是要去這些社群平台把資訊轉出去 那平常就是要把這些管道記錄下來 當然我們協會平常也是在做這樣子的工作 那我們社群守衛者今年大概 因為我剛剛有看到有觀眾問 今年大概有400多位的贊助人 所以這400多位贊助人我們會 我們希望可以弄成一個社群 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臉書社團 叫數位外交研究室 那我們下半年開始會定期的在社團裡面 去給大家做一些網路防禦的 預言的一些題目會丟出來 然後還有一些烏克蘭的一些 覺得他們做得很好的網站或是案例 我們會在社團裡面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有興趣 然後想要 就除了這400多人以外 也想要一起來參加這種線上的演練練習 然後想要知道更多未來 就是以後有一些活動的資訊的話 可以在臉書社團搜尋 數位外交研究室 那我們下半年就是會來做一個這樣子的 線上的演練這樣子 對 謝謝 好 我覺得就是剛好 在討論這一題 所以我還是要集中一下 我想要對政府表達 就是的確就是譬如說 不管是就是演習 或者說國軍的訓練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有點停留在 可能過去幾個版本了 那它其實有很多優化的空間 對 那譬如說媒體試圖教育 它就是一般大眾 沒有強制性的自己的認知嗎 還是其實它跟國防有關聯 我們今天就在討論這一題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需不需要有點半強制性的 或者說需不需要用一些利用的方式 鼓勵大家去提升這個東西的意識和討論 那我覺得這是 因為我不知道這是哪個單位負責 可能書發部 也是什麼國防部 反正就是如果說真的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政府可以再重新想想看 看這個東西怎麼設計 然後怎麼樣讓如同他爸剛剛講的 讓更多人參與進來 因為我當然相信民間力量是很有 很powerful的 但是其實你看光是台灣社會要凝聚共識 就非常的難 那有沒有東西是可能相對來說 就是官方的資源是可以去支持大家的 那或者說把角色分類 那就是當然如果 我覺得現在的一些部件 可能都還是停留在所謂的硬體 但是我們今天討論的東西是偏軟體的 人際網路 人際關係其實是偏軟體的 訊息傳播其實都是偏軟體的 那這些東西的訓練 還有機制建立 好像過去著墨比較少 那是不是在近幾年 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去耕耘它 我覺得會是接下來大家可能要面對的課題 因為當然買一個武器太容易了 那買一個武器當然也是一種國際的宣誓 可是呢 那人際網路我們今天談論這個主題 能怎麼樣子普遍的提升 能怎麼讓大家開始公開的討論 有意識的討論 這其實是現在大家要面對的 那也不能如同他爸說的 也不能是我們這些人 可能已經有意識的人在這裡討論而已 而是那一些可能 本來他可能面對生活就是覺得 這個東西跟我無關的人 他要怎麼樣子在這上面參與進來 我覺得都是可以去思考和設計的 那這是我想要對政府說的話 因為我覺得的確是 就是可能還輸了一些什麼 像其實我覺得光是現在遇到防空演習 我也常常會疑問說 那就是警報過了大家可以移動 就這樣嗎 還是我們要做什麼 我有點不太明白這個演習的用意 所以其實在這上面 我相信可以做的東西還有很多 對 剛剛這個蔡總經的提醒 我覺得是非常這個沉重 但是很重要的一個提醒 因為其實這個我們現在台灣 我不得先幫政府講一句話就是說 我們現在跟過去幾年相比 其實是確實有不斷在進步 但是我覺得也是因為 有看到這樣進步的過程中 所以會更會緊張就是說 為什麼還不夠快 為什麼還好像還慢慢走 但也許這就是他們的極限 政府的步調可能就會比較慢 所以我覺得這個回過頭來就是 我們今天主題叫以小博大 我其實在想這以小博大之後 我覺得會用另外一個角度去想就是說 與其說以小博大某些程度 是有點像我們今天的角色 都是由下而上 就是如何用民間的力量 我們做些什麼 去帶動政府改變 這個也就以臥草 我們自己說做的東西為例子好了 其實像臥草 我們之前針對民防這個議題 我們做了一個有點像 民間版的民防手冊 我們做了之後 國防部當然也有推出他們的版本 在我們都在2022年左右 年初的時候出了 做出來 經過比較之後 2023年國防部決定做了一版 新的版本的民防手冊 OK 這代表什麼 就是說有比較有進步 當民間做了一個版本之後 國防部可能政府部門可能看就是說 好 他有一個參照的對象 也許這樣做才會work 他也比較有信心就是說 我可以也許我可以往這個地方試試看 所以包括哈拔之前也剛剛提到的例子講說 他們民間 我們民間自己的能量 先我們先用小資源小規模的方式 先做一個最小的可行方案之後 警察有警察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在我的執行工作的情況可以用可以work 就會加入進來 或是我相信蘇維外交協會有很多 其實跟工部門合作的經驗就會發現說 他們其實很多工部門是願意去try的 但是他們有他們的負擔 有他們的包袱 也不敢一口氣這樣跳進去 所以 這個是一個他們所遇到的障礙 有點像我們民間要先 以小博大 由下而上去試給他們看 就說OK 我們這樣做是workable的 你可以試可以成功的 他們才跳進來投注資源 然後把這個規模擴大 但我覺得這個事情 其實剛剛我覺得這跟Qsearch的專業也有關係 我覺得好像我們不能夠只把這樣的一個責任 歸咎於政府部門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是這些大平台的角色 那我覺得剛剛今天討論這個東西 讓我想到一個主題 因為其實我知道 現在台灣有幾個國際的大平台 現在在 不管在修法 在倡議的時候在研究的時候 他們似乎想要提供一筆資金出來 讓我們這個台灣的民間團體 提供一些計畫 proposal 去做一些不管媒體制度 或者一些相關新聞賠利等等的一些計畫 去讓台灣社會能夠更好的這個數位公民任性 或許我覺得我們剛剛提到這幾個專案 這幾個方向 都是值得跟不管是Google Facebook 或是一些大型的數位平台 去他們做提案的一些方向 對 或者是不管在場的觀眾 或是線上的朋友 有這樣的idea 其實也可以去搜尋相關訊息 我覺得這是一個 也是另外一個改變 因為他們相對於政府部門又更有彈性 又有資源 然後能夠讓有些事情可以更加速的進行 提高台灣的社會任性 那我這邊其實我覺得剛剛的整場 現在有一個讓我覺得很有值得回饋的事情 是說我們其實一般在想說面對戰爭的時候 一樣講到一開始的時候 好像真的都是要有坦克 要有飛機 飛彈等等的防衛 但是其實我們剛剛經過這幾天整場活動 發現不盡然 我們有非常多的方式能夠提高台灣的防禦力 提高我們的防衛任性 那我們 之前我們的比喻都會是這樣 大家可以想像說我們台灣的防禦力 也許就像是一個金字塔 如果你真的想要拿槍 那個操作坦克 這個操作飛彈上戰場 你可以去最前面最頂端的這個參與 就參與我們的國軍 去參與國防部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其實並不是 因為其實你要參與你要去重軍 你還有條件 你可能是要幾歲以下 然後你有什麼樣的身體條件 如果你不行的話 其實還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參與 現在其實有在各個縣市的一些 警政單位都有開放 你可以去參加社區的民防的團體 這可能是警政單位 可以去授權相關資訊 可以參加社區的這樣的一個民防的團隊 或者是說其實我們退一萬步而言 當真的在戰爭或戰爛發生的時候 你只要做好一件事情 你可以救你自己 不造成其他人的困擾 不用其他政府還要撥資源來幫助你 就已經是功德無量了 如果你今天還可以救自己之外 你的家庭 你的社區 然後都能夠就是有這樣的一個防衛力的話 或是至少不需要別人來幫助 還要來滑資源來協助你的話 每個社區如果都有這樣基礎的能力 其實我們在面對我們可能遇到的戰爭 就會更有抵抗力 那我覺得這事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 你可能沒有想到說 原來這些事情其實對我們的防衛力有幫助 但是其實默默的你自己多學一點 那邊多學一點 像剛剛大家提到的 自己去try自己去接觸 不管在網路上去接觸一些事情 偶爾發發文章去建立跟國際有人的一些聯繫 或者是走去參加一些實體活動 去學一些技能 或其實是認識人而已 其實不自覺的都是在提高台灣 面對可能戰爭的這個防衛力 提高我們的公民的社會任性 我想今天還有沒有 不知道幾位還沒有要補充的 好吧 謝謝 我再補充一個觀念 在我們做企業界來講 其實這個我想要表達的是 這個叫做Risk Management 就是說你的風險管理 如果你未來有一個可能的風險 戰爭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嗎 不管 其實我有時候在 所思念在社群講 像我這個窮光蛋 我的風險沒有你那些 有錢的人來得多啦 你的錢多的人 你企業家什麼什麼 你的風險比我大多了 因為你要損失的東西多 那我們 我們是一個人 他相對不少 但是 但是最重要 他實際上是一個風險的概念 那你對於你的風險 你就是應該去投資 去抑制他的風險 不管你是要用什麼方式 去抑制他 那如果我是企業家 我覺得投資在這些公民社群啊 這些有心的人上面 你隨便給他一點捐款 給他一點資助 對他來講呢 都是能夠放大他力量很多倍的東西 那你一點點小小的投資 對於你的風險控管是非常 非常有價值的東西 那我這個趁機這個呼籲 萬一裡面有一些是有錢人的 你的錢 你的錢要這樣子用 才是最有效的投資 這裡面有很多有心人 他們實際上 像那個 數位外交協會好了 其實我看他們募資 募資了大概幾十萬吧 我其實頭非常痛啊 這個對國家這麼重要的東西 還要出來搞到募資 然後搞到募資還只搞了幾十萬 這有錢的人 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的 你的錢到底要怎麼自己保護了 謝謝 謝謝 好 那活動的最後 我覺得要提醒大家 剛剛有那個 那個郭立市長有提醒大家 要按讚 Follow這些 這各個單位 Qsearch 不管哈拔或數位外交協會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單位 大家要忘記了 大家也可以搜尋 沃草 歡迎大家按讚留言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的各種相關的報導 其實我們對於民房的議題 或是尤其上上個月 這個關於關鍵基礎設施的一些議題 我們都有些相關的新聞報導 最後補充嗎 我想要補充 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東西 其實有一個題目叫做 非常自信 我們討論這些東西都是非常自信的 那 要優化大家對於這些東西的意識 還有認知 當然我覺得需要有點半強制性的 那就是等於說有點像媒體帶風向一樣 就是台灣人很喜歡排隊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要廣泛的 可能設立一些工作坊或設立一些這樣的講座 並且可能把它當一個行銷的campaign 去把這些人納進來 然後當這些種子散出去之後 大家也會比較知道怎麼討論這個題目 對 你看當然今天這個講座是自由參加 可是是不是有一些所謂的網路優化策略 可以去慢慢的把一些人 針對這一題的想法去把它拉出來 然後讓他們願意去跟他周邊的人 討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那當然這件事情它就是教育啊 對吧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 真的為什麼一直跟政府喊話 是因為我覺得政府可以在這上面 做很多的思考 然後做很多的嘗試 那只是現在可能 我覺得都還是比較 講求我做什麼東西一定要有一個績效 可是這個東西它很難衡量績效 對 它是一個教育 它是就是推廣性質 所以我只能覺得就是多做這件事情 然後多讓大家有這樣的想法 多讓這些種子散出去跟大家討論 可能跟大家激發更多可能像這樣子 Habba這樣的人出來去自己定一個的問題 解這個問題這樣子 那當然這樣子的韌性就是普遍提升 非常感謝那個蔡總監的補充 那我相信今天我們對非常多對政府的喊話 台灣網路講堂 今天會把這個消息 這個訊息都傳遞給我們高層聽 或者是在螢幕前 或者是說這個現場的朋友 如果剛剛有提到 像Habba提到很有資源的人 我們這邊有四位 可以歡迎大家就是提供資源 降低你們面對戰爭的風險 好那今天的活動就到此告一段落 還是您有什麼地方要補充 好我想就這樣我們就 今天活動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謝謝大家的參加 那也謝謝我們線上的這個觀眾 我們目前應該有 我記得沒錯應該有70位左右 那我看他的問題 剛剛那個佳佑都已經有適當的這個回覆 那Habba也有在留言板幫我們做回覆了 那我想我們今天活動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再次謝謝我們今天所有的講者 那我也順便廣告一下 我們下一個場次的講堂活動 會討論更有趣的課題 叫做網紅的社會責任 那也歡迎大家來再來我們的講堂 講堂網站上來做一個報名 那也謝謝大家 那我們在這個留言區有貼上 今天的這個活動的滿意度調查 也請大家幫我們做填寫 然後讓我們請大家喝一杯咖啡 好謝謝大家 今天活動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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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